今天想介紹一下我同樣的公司 首先這個是我公司的身份 可能大家都未見到 因為美學生產片 所以暫時都在這裡 好了 我就選擇公司了 我們公司的宗旨是花蕊全程 公司選擇的不論表白、求婚、慶生、送花 都是一個容易表達情感的東西 公司主要為客人設計一些同一模樣的花桌、花球 甚至是一些花蕊的擺設 目的是令到收花的人可以有一份異常不到的驚喜 公司自亦為各、委託 帶來這麼多品味的創作 希望可以有機會為你製作一些 未傳達情感的花蕊 透過花蕊可以傳達我的信息的人 我先說好余生 當然也要介紹一下我 我就是一個花蕊是花蕊 我同時也是一個例外教導師 稍後我會介紹一下這些東西 於是我在會員再做分班 他是一個派籍的導師 我以前入行的時候 就是在香港的Garry Cobb Orris 和Amane Fiori 在中華大廈的花蕊做的 雖然我年紀輕 其實我已經有五年的花蕊經驗了 曾經我去過英國的倫敦 就跟一個國際的花蕊大師 波蘭學藝 然後最近都跟日本的國寶級 花蕊大師參與了孫雄 也有學一些3D的技術 然後這是我之前背後的部分 還給我這樣的作品 然後這是我英國上課的證書 然後英國的老師 為甚麼我會去他讀學插花呢 其實他出了很多本 教人插花在樹的傳球 我看了一本之後 我一定要去他讀學插花 就用了幾年讀經文之後 就去他讀學插花 然後之後 這個就是我最近看到我不在香港 就是我去深掃了這個技術 可以做一些乾草花的事 我要麻煩 Velix幫我給大家看看 我做的那些是甚麼事 這個 我一定要看一下 可能你要看一下 看著我拆下 然後之後呢 這個劇花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這個花 是麗光花 其實是一個可以保持著 花的顏色 形狀 以及可以保持著 拉長了花的壽命 在06年的時候 都是由剛剛說的 就是國保級的大師 去研製一些新的技術 它可以令到 那個花乾草 但是呢 就不會變了很多顏色 現在在日本也很暴行 另外呢 我其實同時間都在進修 這個演外有道理解 同時我都在進修 那樣東西呢 所以要問一下J 這個是一個雅花 雅花很早 大家可能都會有些了解 可能有些人拿來做些書籤 其實他已經在英國的時候 已經有三、八年歷史 那現在呢 就傳進來去日本 就改良了之後 就做了一些 其他的作文 這樣 好了 看到嗎 這兩隻彎文 那通常 普遍以前人們看到的 就會是做一些 可能是吊嘴 鎖匙扣 書籤 但是呢 現在改良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 畫 我們做得到的 那都是一些 其他的作文 那我的作文呢 跟別人有什麽不同呢 那其實通常呢 我自己主要用的 都是一些外國的 我個人都想要。 我相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